叨叨叨叨 看这什么了 这个任务我可以完成了 不是把钱拿走吗 对于我来说很简单 你跟我说 你的手比我媳妇都快 我拿着放心 这100块不是让你花的 是道具 是道具 为什么给你这100块钱呢 就是等一会儿 你要把这100块钱 送给一个陌生人 而且你一定要告诉这个陌生人 这100块钱是你欠的 兵哥你别玩我了行吗 你不是玩你 你不是玩透透的 透透先回下头 看到后边有一个穿半袖的男生 东北男人你懂得 这真不好呢 哎哥 那个你自己挺好的哥 挺好啊 我把你钱还你哥 坏了没有事 你客气 没事哥 你先拿着 这二手倒着了 吃饭没 没了没了哥 吃饭我也没吃的 干啥 你回来啊 有套套餐呗 我也没吃饭 你再有事 没事没事哥 你钱我先还你了哥 客气了 坏了 我跟你讲 我这也着急 着急来 两个开始吃上来 没事没事哥 突然感到不要 顾 肚子 ua 你看怎么样 高小潘一开始呢 还敢夸赛 这一碰到正儿八经的事的时候 懵了 不过呢 我还真觉得他真是挺拼的 硬着头皮 他就上去搭讪去了 刚才那大哥 我看眼睛都绿了 那是红了 绿了 又拿人家的包 又让人美女挽着你走 我想 我想这要想成功的话 还真得担点风险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这些还好 碰到这样来自来熟这大哥 我觉得这上面有点尴尬 拿着钱就走了 你说 服务员上了让学长了 我看那你能不能过关 就要靠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了 来 接着应对吧 我一会就让一会 您看您现在东西都说了的话 您还是先把账签击购吧 我就这么猜一会 这么把我签 这您刚才刚才不是您这多点了吗 翠峰 你看 那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会 你们这我录完了 我录完了以后就把钱还你 我就坐这一会 我让他们平平给你结结账了 那您 那您可以这样 你把钱给我料理 差不多买单吧 我看这样那男的可能跑了 给你吧 谢谢谢谢啊 好了小潘现在任务升级了 任务又升级了 一分钟之内把这个东西所有吃完的话 我们这个拍摄任务就成功了 三二一 成功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